大家好,本来今天已经准备好了 要跟大家讲一讲台湾的被统治史 就是从台湾三万年之前 有人类在台湾出没 到荷兰人、西方洋人 在台湾建立的第一个政府 一直讲到国民党、中华民国接受之前 讲这段历史,也就是日治时代讲完 这段事情我已经准备了很久 就是说把这段历史也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台湾被统治史 这个是站在我第三者的角度上 我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对于台湾的说法 也参考了台湾的对台湾的说法 我作为一个,也不能说是学者吧 作为一个对台湾有特别感情的人 站在第三者前讲台湾的被统治史 OK,那么突然今天上午又来了一个灵感 觉得还是要把这个理想国的话题 把它讲完 这个理想国的话题 我昨天讲的那个完全是做了个梦 那完全不是自己想的 但是经过一天的跟这个网友的交流 以及自己思想以后 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理清 尽管这个视频看的人不多 但是呢,比这个美国的新的 这个布林肯 这个国务卿的唱的歌呢 还是要人气一些 这个布林肯呢,喜欢唱歌 他还录制了三个这个唱片 有一个呢,这个发表在油管上 三个月,只有一千三百个人看 OK,至少我的视频啊 一天要多过一千三百人 所以说还是应该有成就感 而且我相信看的这些人 很多都是有质量的 可能呢,其实只要这个中间 有那么几个人 是真正的是个慈祥家 动脑筋的人的话 将来可能对这个社会 会有所这个作用 就这么讲吧 首先我们要讲讲这个共产主义啊 要从原始共产主义讲起 就是说原始的时代 为什么会有共产主义 OK,因为在原始的时代 有足够的物质 因为人口少嘛 人口少的话就大家不需要争嘛 有足够的动物 打了大家一起吃 有足够的植物 大家一起吃 所以呢,就不存在 我必须要把我的东西啊 这个扛起来 就没有这个私有 没有私有制 它就是共产主义嘛 对吧 所以说在古代的这个 整个社会里面啊 那个时候是没有世袭制的 世袭制也是为了利益嘛 也是为了自己的东西嘛 保护自己家里的东西 在以前 包括在中国啊 在这个商朝之前 还都是民主制 商朝之前都是说 这个谁啊 那个那个 去世以后 大家选一个闲人 因为那个时候啊 没有私有制的 共产主义的社会里面的 围头的 那真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因为他做这些事情啊 就是要比别人做得多 要关系到自己的这个群体啊 这个部落 然后呢 他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因为他不需要得到其他的东西 这是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 就是物质足够称分到 不需要拥有私有财富 中国的这个私有制 中国的这个世系制啊 从商财开始 西州春秋战国 秦汉山国 秦朝 处汉相争 西汉新朝 东汉三国 西晋东晋十六国 南北朝 隋朝 唐顺元明清啊 一直到这个现在 OK 所以这全部是世系制 为什么 因为都是有私有制的原因 所以人类的战争啊 人类的任何文明 他们的战争 为的都是掠夺财产 都是要东西啊 除非那个十字军 东征的 为了抢夺这个耶路撒冷啊 打了那么多这个宗教战争啊 那个除外 一般的所有的战争 都是为了利益 包括今天中美的关系 都是为了利益啊 但是如果全世界大家算一下 啊 就是说发现这个财产 足够所有的人用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的话 那就不需要抢了嘛 所以这是上帝 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时据说是有一个 这个 呃 不是沙当 是另外有一种什么 生物 这个自负生命 跟这个上帝打赌 啊 就是为什么说 这个欲望是万物之源呢 也就是说 这个亚当夏娃啊 他偷吃了禁国以后 就开始产生欲望 产生欲望以后的人类 就开始就是说 互相残杀 因为利益 结果才出现上帝 惩罚人类啊 有一个大洪水的故事 那么现在是不是又有 新的这个 这个洛亚方舟的故事 又再来啊 这个是我另外一个 节目要专门讲的 就是说 这个上帝造了人以后 人偷出了禁国以后 有了欲望 有了私欲 有自己享有欲 这个拥有欲的时候 这就是万物之源 这是这个人类 一直到现在啊 这个所谓几千年的文明史啊 从这个八千年开始啊 这个两个流域开始 一直到现在 所谓这个八千年的文明史的 全部都是人杀人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 所以文明史就是长杀死 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利益 那么就是说 当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 能够生产足够的物资 让所有的人分享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 共产主义的条件又成熟了 也就是说 共产主义又变成原始 共产主义的 那个时代的那种状态 就是说我们都不需要抢了 这是第一点 这也其实是这个 马克思的所谓 共产主义的物资基础的 先决条件 就是这个物资 要高度发展到 人人都 这个可以扬 养活所有的人 有这样一个条件 但是这个还不够 因为人的欲望是 这个无限的 这个中间 我先讲这个人的欲望之前 我先讲一个故事 说这个人是怎么样 控制自己的欲望的 就是在这个美国 有一个小农庄 有一个人就是说 他这个退休了以后 就住了个小农庄 就自己开始种蔬菜 结果才发现 这个有一种 叫做地老鼠 就是被那老鼠 大一点的这个地老鼠 就在偷吃他的东西 把他的这个庄稼 全部吃得光光 他非常非常生气 然后呢 他就在这个家里 到处挂了这个 这个这个 摄像机 扎像机 就是说 要观看 到底是什么 偷他的东西吃 他后来看了看了看了 那些土老鼠 那些地老鼠 好可爱的 在吃他的东西 嘴巴嚼嚼嚼啊 他觉得很可爱 他后来慢慢慢慢 就是说觉得 他又生牌子了 他又找老婆了 他就天天就是 为这些小的动物 fansinating 就是觉得非常非常兴奋 觉得开心 看了这些动物 觉得好开心 他最后 他这个农场 变成了这个 养这些小动物的 pet farm OK 变成了一个 养宠物的这个 farm了啊 他就根本 这些动物 他刚才养了这个 而且他就研究啊 这些东西 他这些小动物 喜欢吃什么吃啊 喜欢吃方茄 他就养方茄 他喜欢吃什么就养什么啊 结果这些小动物越来越多 还有其他的什么小松鼠啊 都跑来吃 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他能把它 做一个 farm 本来是做一个小农场 自己啊 说了就卖点钱啊 自己吃 结果变成是养小动物了呢 就是由于他 真的不靠这个农场生活 他如果实际上古代一样啊 这个农场被这个小动物吃掉以后 他就没得吃 他就饿肚子的话 那他一定会杀死这些小动物 像茄茄养他狗啊 养他那个 抓目架 小动物的狗啊 或者养几只猫 抓目架 这些东西 然后他会天天 拿着内藏在他手上 会把这些东西都打死 而且要煮着吃了 正是由于他肚子饱了 他有足够的食品啊 他有足够的退休金 或者他有足够的积蓄 他并不需要靠这个农场 赚钱的时候 他才那个把它当成一种爱好 他本来我说 我做农场 就是为了锻炼我自己 就是为了开心 我天天看这小动物 我很开心 好像意外的 我养了一些宠物一样 他这个农场 变成养宠物的 这个农场了 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他的物质 文明 物质已经发达到 他足够不愁 自己吃穿的 这样程度的时候 他才可能有那个 鱼心 去养这些野生的小动物 OK 这只是一个例子来讲啊 那么我昨天视频出了以后呢 就很多朋友就提这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提得很好 如果这个群体里面 又出现一个猴王啊 他要占领所有的魔猴 独享他的这个交配权 怎么办啊 这个问题呢 就是到了那个共产主义的时候啊 已经没有婚姻了 不需要婚姻了 婚姻成熟是哪里来的 在原始共产主义是没有婚姻的 对吧 大家是杂交 因为什么大家养 其实到现在为止的很多某些社会 包括在中国的魔术 还保留这样的传统啊 都不是一夫一妻 就是孩子是跟妈妈的 这个女人是可以随便交配的啊 那么孩子是跟妈妈 那么这个妈妈 他家里呢 比如说魔术族啊 魔术族 母亲四族 我去过两次的 这个地方我去过两次啊 这个魔术族啊 他就是兄弟养 就是我家里 我有妹妹 对不对啊 我有妹妹 我有姐姐 我是养自己姐姐和妹妹的孩子 我自己是可以去找女人生孩子的 我今年喜欢谁 我去找这个生 明年喜欢谁 找那个生 我可以在外面生一大把孩子 但是孩子都不跟我信 也不跟我管 就是跟他们的那些叔叔 我是做叔叔做伯伯的 我就养我的姐姐妹妹的孩子 是这样一个家庭形式 所以讲穿了 它是一个孩子的问题 后来一夫一赐治 是为了保护这个母亲 和保护这个孩子 而且尤其是这个父亲 要知道这个父亲是谁 才产生了一夫一妻治 一旦到了这个共产主义 到了这个所有东西都不要钱了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保障的时候 就不需要这个婚姻关系了 就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了 人与人之间就是纯粹的爱情 就是今天我爱你 我给你做爱 我就生给你生孩子 明天我爱谁 我就跟他说 这是人类跟动物一样 是最最自然的 当然动物界也有那个一夫一妻治的 动物界也有就是说 一个大雁 爱上一个大雁 然后他们就死捆一辈子 那他们两个愿意 当然可以啊 还有一条狗 爱上一条狗 或者是一匹马 爱上一匹马 最近我看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就是讲这个 人把两匹野马领养了 这个两匹野马受伤了 这么领养了 但是是分别两个不同的家庭领养的 领养以后 这个领养的这个公马的 终于把这个公马 这个养好了 两年他已经康复了 又把他放出去放到野地里去 然后这个妈妈 他就根据这个图片就分析分析 到处找 就找这个魔马 看那个魔马是谁 你娘呢 他终于找到了 相比那个图片要怎么找到了 就跟那个内家商量 就是怎么样 我们把他放生 内家也同意 然而是两边就把这个马放了 两年之后 这个两个马一见面 啪就冲上去了 然后这两匹马就 走现了 胜利的这个这个这个幸福的 都给他们幸福的 这当然是非常动人的故事 但是在那个共产主义社会里面 你可以这样过 你可以不这样过 你可以早上默示 我今天喜欢谁 我就跟谁睡 明天你喜欢谁 我就跟谁睡 都没关系 OK 因为那个社会里面 它不存在于 这个私有财产的问题了 就我跟你生的孩子 没关系 我要养 我就养 就是说有那些喜欢养的 他们就会养 有足个人愿意养 有些人他不能生孩子的 他就可以去领养 他就可以就等 就下一个孩子 没人养的 我就养 因为所有孩子养的 都是这个乐趣 就好像那个农民 他养这些小动物一样 因为吃的已经不成问题了 小孩子从小长大的 所有的费用 所有的东西都不成问题 他没有经济上的负担 他养就是完全是一个亲情 他说这个亲情 对他是一种回报 所以这种将来的 这种家庭关系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 就不可能 没有出现 这个猴王这样的土壤 也不需要出现猴王 我讲了就是说 到那个时候的话 你说你有精力 你一天可以搞十个女人 你去搞好了 你搞十个女人 也不就十个嘛 你不能搞一万个嘛 对不对 那你的身体有限嘛 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去搞十个女人 那还有十个 那个同性恋的男人 他很高兴 因为有那个十个女人 他不会去找他们的 他们这个男同性的 可以在一起 过他们的日子 所以社会 它会保持一种平衡 所以这个猴王的事情 就根本不用担心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个朋友说 我能不能把我的积分给别人 就是我做了好事 我有很多的积分 我有做贡献 我要做科研 我有做音乐 我有做什么 我这个社会 做了很多的贡献 所以我的分数很高 但是我又不想当领导 对吧 我也不想当领导 我也不想过好日子 我这样就很好 那么我能不能把我的这个积分 送给别人 答案是不行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 没有私有的东西 包括这个积分 都不是私有的 就是它不是你拥有的 一样什么东西 你用这个东西 你可以分给别人 不是的 这是对你的一种评价 对你一种定位 至于你要用还是不用 这完完全全是你的自由 OK 就是我的人生 我做了这么多 我积分的这么高 那么就是说 我的子孙都会为了这个 那个时候 也不一定有你的子孙 就是说 你的喜欢的人 会为你感到非常非常的将傲 如此而已 你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 私有残痛去交给别人 那么又不平等了 又不平等私人关系了 那我可以不劳动 我可以拿我爷爷的 又可以继承 这又是现在的社会一样的 到那个社会的时候 这个分数是不能够给人的 就是你自己的 至于你愿不愿意当市长 那是你自己的 自由 对不对 就是我愿意多为人民服务 那么我就去当这个领导 我就去照顾大家 就像原始社会一样 我就多干活 但是你觉得 我是哎呀 身体不好啊 我这个脾气不好 我什么原因 我做不了 那没关系 有人愿意做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第三 就是说 有人提出来 这可能是外星人的程序 这是不是外星人的程序 你讲对了 你刚好讲对了 这一点真的是讲对了 因为九哥讲的理想国 九哥讲的理想社会 将来的那个共产主义 它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到 人们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生活头 这个这个担心 发愁 没有这个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了 就有大量的物质 大家吃都吃不完 用用不完 有这样丰富的物质 这是一个条件 不需要去争夺个人财产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就一定要有高科技 这高科技 已经可以掌握到 这个人类的所有的欲望 那控制你人类的欲望 这一定是有一个程序 那么就是说 很多人说 哎呦 这个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就指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最初的时候 就只造了足够的这个食物 足够的生活 上帝在最初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他就制造了足够的食物 足够的生产 这个物质 以一点点人 他就没有想到 这个高科技这一点 对不对啊 就没想到 要用一种科技的方法 去管理这个人类 去阻止人的欲望 所以这个欲望 才不断的膨胀 才一直到现在 这个六千年 八千年的这个文明 都是人类互相杀戮的历史 OK 那么高科技能不能 那么就是高科技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我就讲这个中国的 这个健康码 健康码 中国也健康码 这是全世界 这个最早的 出现了健康码 就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 冠状病毒 一定要呈阴性 检查以后 它才给你一个健康码 而且人人都有一个手机 现在在中国 你没有手机的话 你就是寸不难行 我最近听了一个台湾人 说到中国去旅游 他这个没有这个手机 没有中国的芯片 没有那个系统 非常非常不方便 什么坐公交车 什么买菜 干嘛 干嘛都不方便 因为大家都是熟悉 现在很少人用钱了 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人有健康码 你才能够出门 你没有健康码 你不能坐车 你不能进商店 你什么都干不了 事实上 你就被孤立了 那么就是 这就是用科学的手段 控制了这个人类 那么就是说 可不可以开后门 你不能开后门 不是我认识谁 我就让你进来不行 你也健康码 你一定要逼 这个门才能开 所以他妒忌了很多扣门 这个人际关系的事情 所以一旦把这个人类 大家一起的商量 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人类 然后用这个科技的办法 把它这个固定下来以后 科技就 比如说现在讲什么 竞选这个作弊啊 这个那个 一旦到了科技到那个程度 你没有办法作弊了 你没有办法作弊了 那就一切都上去科技来 你干什么 你就得分 你不干嘛 你就减分 那么就是有些人啊 下面一个问题 一个朋友就说 有些人为什么 那有些人想做做坏事 做做坏事 这个他觉得很开心 他做坏事啊 就是觉得 有人天生就坏 有人天生就喜欢 欺负小动物 对吧 他就喜欢干个坏事呢 他就觉得很高兴 但是你这样做的成本会太高 这个成本太高了 他会觉得刮不来 为什么 你干了坏事啊 你是逃不掉的 然后你的分数就越低 你的分数低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就出不了门了 就跟健康码一样 你没有这个基本分的话 那就是社会不接受你 就是你不适合 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活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出不了门 OK 你必须要靠 在家 那就等于坐牢了嘛 那等于坐监狱 你必须要在家里啊 为社会做出多少多少贡献 几分几到什么程度 你才能够出门 那他就想了 我出去做点坏事 我开心一下 结果我分丢了那么多 结果我出不了门 我也关三年五年 关在家里坐牢 那个这个坐牢啊 还不像那个 那个坐牢这个钱都没有 对吧 还不要看守什么都不要 反正你就出不了门嘛 你住不了车嘛 你干不了任何事情嘛 你开汽车你加不了油嘛 你开汽车别说加不了油 你呢 那个时候又没有私人汽车了 所谓汽车都是公用的 对不对 就是你需要用汽车 你就按一手手指 那个汽车就会到你门口来 你用完以后 那个汽车就自己走掉 它全世界都已经形成这个系统了 你走到哪里 这个汽车啊 你要干嘛 你点一下 那汽车就来了 你用完了 或者是有人顺路呀 还是什么呀 它整个这个系统啊 你看看那要节省多少汽车 OK 因为你看有多少人的汽车 是放到你车库里不用的 你就看看 所有的这些住宅区 你到的车库里看 停满的都是车 为什么 早上开去上班 晚上开回来 就开两次 开两次多少分钟 开一个小时 一天24个小时 只开一个小时 一辆车只开一个小时 如果说是 这一辆车 24个小时可以用的话 24辆车 只需要一辆车就可以了 可以减少这么多车 对不对 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车 不是四分之一啊 多少 一百辆车 我们只需要四辆到五辆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四辆五辆五辆 一直在用 一直在用一直用 还有一个朋友就说啊 那你讲这个社会 就好像像北欧一样啊 人人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业 不用为挣钱 操心 真的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我再讲一遍 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物质高度 发展到那个程度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类 物质已经高度 发展这个程度了 只是我们分配不均而已 你想想那个 一旺富翁那些 那些超级富豪 他这一辈子怎么吃得完 他要那么多干嘛 他要那么多地 要那么多土干什么 他要买那么多房子干嘛 猴那么多房子 全世界大陆都有他们的房子 他一年才去 就像我在东京一样 我在东京有一个房子 我不是富豪啊 我只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就像我这样的穷人 我都有好几个住宅 而且有些住宅 就是空道里面你住的 就像我在东京 我东京的房子 我一年去住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顶多住一个月 其他的时候全是空的 如果到那时候是共享的话 任何人可以到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找到 哦那个房子是空的 你都可以去住的话 而且里面什么都有 那你说要节省多少的住宅 就像汽车一样 对吧 全世界你找到任何地方 你都不需要自己买房子 你说说我到了这个城市了 那我就是按在什么地方 能找到我自己最适合自己的 比如说我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他就规定你 你一个人顶多能够住一百平方 那么就是你在一百平方 我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在两个人之内是一百平方 那你就找自己适合的房子 你按那个房子就是你的 你进去以后 你按那个门就开了 那里面吃的就有那个storage 那个食品柜 其他东西全部都有 所有的房子里面 基本的设施都是有的 那么你就根据自己的喜好 每个人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吧 你比如我是科学家 你就拼命去研究科学 你什么都不要管 你把科学的程序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是音乐家 我就拼命做曲 我就拼命去做音乐 给大家分享 每人都把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做到极致 有些人就喜欢西洋下的生活 那就想想你到任何地方 你都会有一块地 你去种 种了你就把这个产品 就贡献给全世界 有些人就喜欢养猫养狗 照顾这些小动物 那你就养猫照顾小动物 那有些人就喜欢养孩子 还有些人就 就喜欢生孩子 又不喜欢养 都可以 就是你都 每一个人都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些男士 那时候就没有渣男的 那渣男都是做贡献的 天天到外面去 献出自己的 这个爱 对不对 精 力 这个每一次都不 不下劳动 都搞有效劳动的 都要两个 躺在那个智慧床上 你们今天的机会是80% OK 就是那样一个社会 那才是这个人类理想的社会 当然啊 这个电脑的这个程序啊 它是人类 大家的一个community啊 这个得逢很高的人 大家一起投票 进了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会不断的改善啊 每三个月 或者是每半年 或者每一年 我们更新一次啊 把它不断的完善 出现了问题 我们就调整 出现了问题调整 而且一切都有数据 都有科技在掌握 这样就没有私人的东西 你不能够掺私人的东西进去 也没有必要掺私人的进去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 九哥的理想社会 OK 丹尼理想社会 我们向那个方向 前进 OK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那么明天 我们争取来讲 这个台湾的被统治史 让这个全世界的人民 华人啊 这个包括台湾的人民 OK 包括台湾的人民 也更多的了解台湾啊 这段历史 然后呢 对台湾有一个正确的 清晰的认识 对于将来的两岸关系啊 将来的这个中国大陆 怎么样跟台湾人相处 也会有帮助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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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